哈囉大家好 我是Joyce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實驗室 今天我要為大家帶來的是一道簡單又下飯的家常菜 番茄炒蛋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那因為我跟我老公都很喜歡吃蛋 所以我蛋會準備的多一點 我準備了三顆番茄 五顆蛋 兩根青蔥 還有糖、鹽巴跟紅鴨 這邊呢我已經先把料都備好了 五顆蛋打成蛋液 那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撇步 就是蛋液裡面加一點鹽巴下去打 那等一下就是炒出來的蛋會比較有味道 比較好吃 然後蔥的部分呢就把它切成蔥花 蔥白跟蔥綠分開放 剛才三顆番茄呢 其中一顆我切成小丁 因為等一下下去炒的時候呢 它這樣比較容易軟化比較容易出汁 比較容易出汁 然後另外兩顆呢就切成大塊 然後我們要爆香我們的蔥白 等油熱一點的時候就下了蔥白 自己會 MARTIN UP 踏入味道 後來可以切下番茄的小丁 所以可以切一下番茄的小丁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切成小丁了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粗汁跟暖化 你看它現在已經開始在出水了 如果你想要讓它再更快速的軟化的話 你可以加一些鹽巴 一點點就好 因為我們後面再會另外做醬味 那它現在已經開始有一點在粗汁了 我們就把大概大塊的 切成大塊的番茄再下下去 跟著一起拌炒 那炒番茄需要一些耐心 因為它需要一些時間才可以變軟 這邊一樣我們再加一點點的鹽巴 讓這些大塊一點的番茄可以加速的化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的那個番茄的皮都在掉了 那就可以差不多起鍋了 我們把它盛盤備用 那接下來我們要炒蛋 直接下油 那炒蛋的時候油要多一點 要不然很容易沾鍋 下了油以後等油熱一點 等油熱一點以後呢 再把蛋液往下放 應該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下蛋液 然後我們來炒蛋 炒蛋 炒蛋的時候要注意呢 不用炒到全熟 因為等下你還要把番茄丟下去拌炒 所以如果你炒到全熟的話 可能蛋會太老 所以我剛才油放的不夠多 現在有一點黏鍋的狀況 炒到這樣差不多 看起來還是有一點濕濕潤潤的感覺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的番茄裡面倒 然後一樣拌炒 繼續拌炒 這時候呢 你就開始可以做一些調味 鹽巴 糖 還有紅鴨魚 再拌炒 再拌炒 其實這樣就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把關火 炒上蔥花 就完成 嗯 嗯 嗯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實驗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好 我們下次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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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